台北颱風的暴風圈已經接觸到台灣的陸地 那麼風雨也是越來越明顯了 最新消息我們請請向主播瑞萱來告訴大家 瑞萱 好的 首先呢 我們就先帶大家來關心到24小時的總雨量累積 在這24小時之內呢 在整個西班牧地區的山區 累積雨量都可能來到800到900毫米以上 而平地地區的話也可能會來到400到500毫米 而至於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尤其是在山區更是會達到300毫米以上 那在山區都要特別留意 都可能會出現強降雨的情況出現 再來呢 我們從現在這個累積雨量圖上面來看到 這個累積雨量圖是今天兩點半的這個雨量圖 那目前呢 在這個尖石巷都達到了170 或是180毫米以上的等級了 那在台中的吳漆和台中的大雅 雨勢也達到了160到170毫米 而彰化的深港也來到了160毫米以上了 都是達到了大豪雨以上的等級 而接著呢 從回坡圖上面就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回坡是相當的強 尤其是在整個中部以北 以及這個宜蘭地區 回坡是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現在呢 在這些地區 雨勢都是非常的大了 而隨著呢 這個颱風逐漸的往西來移動 雨勢會由北一直往南延伸 那雖然現在在南部和台東這一塊 雖然呢 沒有看到什麼回坡出現 不過呢 有些局部地區 還是要注意 會有瞬間的強降雨情況出現 而再來呢 就從雲土來看到了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颱風呢 是逐漸的往西來移動 那預計在今天晚上 六點到七點時候 颱風中心就會通過臺灣 而等到這個颱風中心通過臺灣之後呢 風向會開始轉為西南風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 雖然現在雨勢比較小 不過呢 到了今天晚上之後 雨勢都會逐漸的增強 那以現在這個速度來看的話呢 預計在明天清晨到早上的時候 就會解除 臺灣本島的陸上颱風警報 而如果呢 要等到解除海上 或是陸上颱風警報 全部解除的時間 就要等到明天下午之後了 那現在呢 在整個嘉義以北地區 還有宜蘭地區的海面上面 都已經測到了三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 最新的颱風動態 那我們把時間交換給主播